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祖慈悲 大家好 有位同修來問說 為何有些品性不佳的人 能成為生活的代言人 來這樣問顧問 顧問是這樣回答的 顧問在大聖大吉地藏十輪經 孟昌老和尚的詩中 討論這部經 顧問有演讀這部經 經典上有假 那個身 有真正的身 也有假的身 也就是說傳法的人 有的人是穿的身衣 和尚的衣服 可是他的行為 思考 不見得是正切的 品德 生活習慣 不見得是和如華的 可是他在公開場合 在傳道的時候 還是你遇到這種假真 假的和尚 假的老師 假的真 信徒們也要恭敬金 恭敬他 因為他穿的是一個真衣 這代表著佛 這代表著佛 所以我們內心不認同 這一個人的行為 恩行 可是他在傳法當中 我們不要去取笑他 或給他難堪 瞧不起他 畢竟他穿著佛衣 代表著佛 那比如說他帶著馬子的相片 馬子說我是馬子 那你就要恭敬 因為他身上有佛的相 有馬子的相 我們是歸衣三寶 恭敬三寶 信仰三寶 信仰這個佛 就是代表馬子 拿著天上聖母金 當他拿著天上聖母金 我們就要尊敬 因為我們尊敬佛 然後呢 我們當然要尊敬佛 和馬子主教的方法 他的品德 然後恩行不一 然後我們尊敬 我們依法不依人 依法不依人 因為那上面有佛像 有佛經 講的是佛經 講的是馬祖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就尊敬 因為我們尊敬佛 國道美尊敬佛 當然這個身 就是要尊敬身 傳佛的人 他是傳馬祖的佛 傳佛的人 那故呢 他如果講錯呢 講錯呢 我們轉頭就走了 他不會有那麼多信徒 是因為神學狀況很多 我們不能一概而論 因為有些人呢 他就是靈過來 馬祖的靈過來 他是把身體借給這個神靈 那神靈在用 當下他就是神 所以不用去法語 可是我們要判斷 我們是依法不依人 所以我們重要是經教 這個代言人講出來了 是不是儒法 那如果你問顧問 那顧問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怎樣才是真正的神厚代言人 也就是在我的心目中 我有一些 類似一些馬祖的代言人 他必須具備什麼條件 那顧問的相信 那顧問的正性 正性就是要依法 依經典 依道理 要懂這個道理 然後真性 才是我本身試過 經驗過 我非常真性 然後在別人身上也試過 看過很多人 我就是真性 那相信 正性 真性 生性 是一個階段的 是有層次的 所以第一個要正性 要有經典 所以我們一定要依法 所以我心目中真正的 那種神厚代言人 我有往來的 他一定是依法的 那天上聖母經 就是你最少是盡性男女 有歸依馬祖 那馬祖的媽媽 叫一聲馬祖媽媽 天上聖母 然後有廟了 自己有建廟 或者投入到某個廟 是某個廟的一種代言人 他歸依哪個廟 他本身要有佛法身 他歸依哪個廟 他讀什麼經典 有簽誦天上聖母經的 他這個馬祖的經典 是有研究的 所以他也是歸依三把佛法身 那如果都沒有 這個代言人平常跟我聊天 講不出任何馬祖的經典 講不出任何馬祖的道理 華麗 講不出來 那講話呢 都亂講 沒有根據 比如說長輩說 那長輩這些話 我們經典上哪裡是找得到 找得到 不能違背經典都是如法的 所以你要正信 然後要增信 增信 然後你要變成靜信 他都有去靜香 對不對 然後都有婚臨馬祖 他有自己的火法身 你要相信了 然後灌熱在華華經的換辨品 第二品 哪些人才會成火 第一個 要修六度波羅蜜 符慧雙修 他平常的圓形 有沒有離開六度波羅蜜 有沒有去布施 有沒有守戒 但是的時候 他講出來的話 是不是也是如法 那馬祖靈下來附身 講話出來 要是這樣子 都是六度波羅蜜 對不對 叫我們禪定 叫我們要努力精進 叫我們要智慧 叫我們要放下 要空性智慧 要剝落 那最重要有一顆 善亂的心 他有同理心 慈悲心 要善亂的心 善亂又柔軟 他講話不會傷人 不會罵人 那最後都是奧彌陀佛 馬祖慈悲 那這些是 方便品 法華經方便品 第二品 講的 這些人才會成活 然後我叫洪華立身 行菩薩道 花菩提心 跟馬祖要同登結露了 都會鼓勵我們 精進我們的靈性 做什麼事會忍怒 不會動不動就生氣 這樣才是真正有修行的人 才能真正是神火的代言人 這樣我當時往來有通靈的人 那些師傑人 這樣都是非常的謙卑 如果行為不當 才色名食 所以都還貪真吃 我都不會跟他們往來 這種人老實我不會跟他們往來 所以我們旁邊就很多的神火的代言人 他都是有這種修為 有這種修為 那這是我們馬祖信徒 顧問就認知的 有對潛意 每個人看法不一樣 神父 和善 都尊得恭敬 不管是哪一支宗教 我們都要尊敬 那些人講話都尊敬 可是你要代言人 那我相信一定跟他祭輩 要祭輩 法娃經 方便妙法 成口的方便妙法 當中有講的 第一個要修六度波羅蜜 福慧雙修 要有顆散軟的心 會天誦天上聖母經 那又會念馬祖當媽媽 以馬祖孩子之計 那你說你是馬祖代言人 我都非常相信他的講話 馬祖在說話 那否則每個人我都尊敬 何況他穿上活衣 我更尊敬 所以我們不要去懷疑 為什麼品性不好的人 能成為神父代言人 只要他穿上活衣 代表這個神有神的神物 我們都恭敬 因為他懂得皈依 才會帶著神的神物 那我們就恭敬他 我們就恭敬他 不要去懷疑 可是我們要有正信 依法不依人 那佛經所講的 經典所講的 就是像顧問所講 要真正成為神父代言人 你必須合乎佛經 合乎我們馬祖的經典 那以上呢 是顧問的看法 供大家做參考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子慈悲 咱們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